有钱的人家 在这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买了别墅 很漂亮的花园洋房别墅 他占有了 他有没有享受呢 没有 一年难得去一次度假 平常呢 雇一些人在那里看守 让那些人享受 自己不能享受 那些替他看房子工人 在那里享受 还要拿他的待遇 还要接受他的供养 那些人是真有福啊 他自己没有福啊 你看那个看房子的人 他有享受 他没有占有 他很快乐 很自在啊 这个有钱的人说 他有所有 他不能享受 你说他多苦啊 有很多人别墅很多 到处都有啊 一年难得去一次啊 这个人就被迷糊颠倒啊 不知道积功伟德了 不知道利益众生了 占有能享受 还能讲得过去 占有又不能享受 你有何苦呢 还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那大概总是欠债的还债 他雇的那个人替他看房子 那就是他的债主啊 大概是还他债的 只有这个解释 否则的话怎么解释法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 这个占有啊 就是烦恼 所以 与此住相而取桌者 名为烦恼 无论是物质上的 无论是精神方面的 你要是坐相取相 这就是烦恼 下面佛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 所以这和呢 一切法本性皆空 不可去苦 这是佛把真话说出来 为什么祝福菩萨 受用而不取 而不居为己有 他知道一切法空 一切法决定 所以这个取有这个念头 他们没有 我们能够把取 做有这些念头打掉 大乘佛法修学 不难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轻而易举啊 随时可以去的 这个法门殊胜的万修万人群 前天 我们三重 尽忠学语 新道场建立了 邀请我去餐馆 他们请了很多次 我都抽不出时间 我难得抽出没一点时间 到他们去看看 我看了之后 欢喜赞叹 实在难得 台湾还有一点佛包 还有一些真正凶行人 在那里用工办大火 我们托他的福 那个地方 叶伯多人呢 认真在干 真修实干 那主持的人 廖居士 他们是居士道场 没有出家人 廖居士告诉我 这两年呢 他们同修当中 有四位往生 瑞乡都非常好 确确实实是真的往生的 不是假的 最近一位 距离现在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以前往生的 七十多岁的一位老居士 他学佛没多久 他告诉我 他学佛大概只有四个多月的样子 往生的时候 自己选择时间 很不可思议啊 因为他初接触到佛法 一接触 听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 他就去找廖居士 跟廖居士讲 我一定要去 这个心非常的坚决 一定要去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又到廖居士这里来啊 向他借一些经书 乐言带 回家去听 又过了一个月了 他又来找廖居士 他跟廖居士讲 他说我们一家都不幸福 就我一个人去福 我年纽约大了 将来要往生 这个家里人来障碍的时候 那不就糟了 他不懂得佛法了 这个来哭那个来闹 这手去触摸的身体 这个事情不就麻烦了 他问廖居士怎么办 廖居士跟他讲 他说你们家里的人 是不是都是上班有工作 他说是啊 那你等他们上班 家里没有人 再往生吧 他听的是有道理 两个月之前的时候 他真的 他选择的时间 家里人通通上班 家里没有人 他往生了 等他家人 小孩下班回来之后 他已经超过八个小时 你看看厉不厉害 可以选择时间的 避免人家打脚啊 你看他也没有人住宁 念佛才四个多月 等于说是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吧 那就生病啊 那好好的人啊 说走就走了 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不可思议 这些例子就在我们眼前 你要问 他为什么能做到 没有别的 他真放下了 所以才感应大脚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一面念佛 一面求生净土 这个地方还舍不得离开 那怎么行呢 这个地方 儿女亲情 还有财产 还有股票 还有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怎么念 都不相应 人家为什么要去 彻底放下了 一丝毫牵挂都没有 感应道教啊 可以自己旋定实践 不可思议 经文到这个地方呢 这是五柱品 讲完了 下面呢 是般若形象品 也就是书 也就是书 薄弱修学的样子 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呢 来悬断 来讨论 请看经文 104面道数第三行 佛辞世尊 菩萨神地观察 若发无所有 不可得 是为般若般若